四个小孩一间房 欺负子涵给子豪生了双胞胎女儿 传统婆婆还想要的儿子 继承家里的情况 于是子涵在接在里 又生了双胞胎儿子 可家里只有一间房 傻眼婆婆寄开心就发愁 于是爱心大使二舅妈推来了 装修神器柱小邦 直接点设计我家 再搜小区名 表出我家不具处 还免费生成了我家的3D设计图 于是立马照着床 一 几根镀心方管做床架 装先横竖方管做焊接 底下边角料做支撑 外包实木面板更环保 扑上透气排骨架 透气不返潮 床头两边做衣柜 翻开盖板 增加储物空间 上面全座挂衣区 挑选衣服一目了然 安装玻璃推拉门 整洁不离断 再去二舅妈家 搬两个床垫就是双胞胎儿子的床 靠床做半节目事面 防磕碰 二 上面还是用镀心方管和床架 找二舅妈借几颗膨胀螺丝 把它狠狠固定在墙里排楼部 外包几块环保实木面板 床头做到顶衣柜 掀开盖板 收纳双胞胎女儿的小秘密 上面挂满双胞胎女儿漂亮的长裙 安装玻璃推拉门 好看打灰尘 放上大床垫就是双胞胎女儿的床 靠床做半节目事面 搭配灯带 简洁又耐看 三 中间两侧做高柜 交叉存放孩子的睡前小物物 长大不当恋爱脑才是硬道理 开关插座装床头 四个孩子的小秘密 搭配玻璃折叠窗 四个孩子可以相处看 招头做弧形门洞 划分空间 记得掏几个洞 踩光通风又透气 装上沙脸 四个孩子都有私密空间 四 床下做五个大抽屉 收纳四个孩子的袜子和贴身衣服 抽拉布被捏 拿取一把 记得侧面做爬梯 双胞胎女儿可以随意上下楼 关键是高度刚刚好 不用担心会碰到双胞胎女儿的小脑袋瓜子 五 靠墙做书桌 五 上面做吊柜 四个孩子的世界文学名著随便法 养成考上清华北大的好习惯 关上玻璃柜 好看不落灰 卧室这样设计 四个孩子都有独立的生活区 学习区 互补干扰